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韓國首爾的尼泰元在10月29日夜晚舉行一個萬聖節派對,發生了一個人踩人事件,當地傳媒說,現場已經有大約50人的心肺停止了,根據韓國媒體的報導,這件事已經造成最少50人的心肺停止了。 199人喪生,150人受傷,韓國總統已經緊急召開會議應對事件。至於事發原因,消息指有一間酒吧中有名印刀場吸引了大批民眾聚集而發生以外,而根據網上流傳片段所顯示,事發前沒多久,已經有在場民眾表示環境非常不安全, 結果竟然被他開口中,而根據網上邊的片段顯示,事後是有大批遇難者的遺體放在地下,也是用布遮住, 現場亦有多名美軍獻兵到場維持秩序,而今次的萬聖節事件是韓國三年來第一次的無口罩互外派對,一共有10萬人去到現場,所以人數實在太多了。 好了今集同大家睇到這尾,大家有什麼想講呢?下邊留言,我們下集再見吧,拜拜!